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皮肤还会造成皮肤的溃烂 今天我们做了实验 把这些强酸碱清洁剂倒在铝罐上 真的就被腐蚀了 担任清洁工的陈先生躺在冰虫上 双脚包上厚厚的纱布 右小腿更是整个溃烂 只因为打扫厕所时 双脚针到清洁剂被清洁剂中的强碱成分灼伤 皮肤严重坏死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要清洗 那在清洗的时候袜子已经弄湿了 那弄湿了以后那溶剂又倒在这个袜子上面 更不会去注意到说 这个是不是有溶剂在上面 陈先生说清扫时习惯穿着吸水的布鞋和袜子 一刚开始皮肤灼热发痒 之后红肿差点要止皮 原因是他接触了清洁剂之后 没有马上用清水洗掉 才会越拖越严重 大部分属于是一些弱碱性的清洁剂 停留的时间比较久 或者是病人的皮肤本身比较薄或比较脆弱的腐蚀性的效果 像一般用来清除排水孔的强效清洁剂 含有强碱 有多伤害皮肤呢 我们马上把清洁剂倒入铝罐上 罐子拼命冒出泡泡 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 接着变色了 清洁剂含有强碱 接触铝之后会将铝溶解出来 五分钟后铝罐严重被腐蚀 虽然没有穿透 却融出一团团黑色的粘稠物 模样惊人 各况是接触到皮肤上 所以民众用清洁剂打扫时 最好戴上防护手套 穿上雨鞋 皮肤才不会被灼伤 接着参见神明台 每天早上起床都要刷牙 不过您或许没有想过 这些牙膏有可能会危害您的健康 消息会发现 市售牙膏 有些为了抗过敏或杀菌 会使用含有千缕等重金属 及杀菌用的三氯砂等等成分 虽然含量还合乎法规标准 不过如果使用过量 或者是您没有把这些牙膏给束干净的话 还是有可能会危害健康 琳琅满目的牙膏 有的抗敏感 有的强调美白 可是你可知道牙膏可能含有千缕等重金属 及杀菌用的三氯砂 有两件验出来铝 三氯砂的部分有两件验出来了 但是它都在含量以下 虽然含量没超标 但三氯砂吃多了会伤肝致炎 铝则会造成失智症及贫血 千根会伤害神经系统 导致孩童过动或发育迟缓 所以医师建议刷牙时牙膏只要用弯动大小就好 在肾脏功能正常的人事上 应该是影响不大 其实刷牙最重要还是在刷 不是在牙膏 所以适度使用牙线 使用齿间刷 好好刷比用什么牙膏来的重要 可是小孩子有时候会吞进去 你怎么保证它不会产生作用呢 发牙记得勤漱口 避免把牙膏吞下肚 也可以挑选不含氢氧化铝 三氯抢二分米等成分的牙膏 让牙齿清晰的同时也能刷得安心 您喜欢小新闻赖维佐台北报道 同样是美国知名的品牌 我们看到呢 这是娇生婴儿洗髮精 现在在美国被检验出来 它旗下总共三个品牌被点名 是有致癌物 那么到底台湾的洗髮精有没有问题呢 我们看到娇生在台湾有贩售 现在卖场紧急下架 甚至如果消费者有疑虑的话 都可以退货 但是台湾的娇生分公司 目前呢还没有对外说明 仅表示今天下午会先做一个内部的检讨 然后跟美国总公司厘清之后 再对外说明 赶紧下架产品贴上封条 美国周焰儿童未遇用品 解明当地三个品牌 验出疑似致癌物 没等厂商宣布 卖场抢先一步下架 消费者有问题的话 可以凭发票 急速可以来我们店里换购 可以退货 全数退货没有问题的 用户也可以退吗 可以可以 开封了也可以退 美国检验发现 穿个品牌 疑似含有致癌物 帮保释手部清洁灶 莱雅儿童洗发精 娇生婴儿洗发精 其中娇生婴儿洗发精 在台湾有卖消费者很担心 我们还在使用就对 现在我们还在使用 我们都在这边买 所以会有一点担心 你一定会担心 不是一点而已 讯息公布了一天 卖场已经反映 不过娇生表示 还在和美国总公司联络 要厘清产品 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下午还会举行内部会议讨论 在适当的时候才会对外说明 中文新闻 我起屏蔡孟真 台湾报道 我认为是把这个妆卸掉 洗干净的清洁用品 其实也都是会有毒性的 特别是一些强调有保湿功能的 像是乳液 还有女生最爱的指甲 有香水等等 每一种里面都含了很多化学物质 都会伤害到人体 根据英国的一项调查就发现了 这些充满化学成分的清洁用品 除了会引发皮肤过敏之外 严重的话甚至会导致不孕症 还有致癌 而可怕的是 这个女生每天使用在身上的化学物质 总和加起来 甚至会超过515种 可以说是从头伤到脚 搓搓揉揉把秀发洗得又香又干净 倒一点身体乳液滋润干涩的皮肤 接着化脸妆 眼影睫毛膏不可少 连手指头也要上颜色 大店玩门面 出门前再喷点香水 增加女人味 以上这些动作几乎每位女生每天都会做 不过要小心热 爱美恐怕会热病上身 根据外店的报道 女生从头到脚使用的清洁品 保养品还有彩妆品 统统含有大量的化学物质 举例来说 有钠 有聚乙烯 有磷粉 二甲酸 还有益饼基等等成分 从洗发精 发胶 眼影 腮红 唇蜜 粉底 指甲油 止汗剂 香水 乳液还有注晒膏 每一种至少都含有10种以上的化学物质 其中又以香水的250种最多 而这些化学成分会导致人体产生许多毛病 那甚至有些防腐剂对我们的性 就是生殖的能力 或者是说 你要生育的能力会有影响 仔细分析 是一种女生爱用的产品 轻微的像洗发精会刺激眼睛 腮红会影响荷尔蒙分泌 严重的话 像是眼影可能会让女生不孕 口红会吃癌 而香水中的香料 也有引发肾脏病变的可能 看来看去 不管是清洁用的洗发精 沫浴乳还是化妆用的 唇蜜眼影到底是哪一种对身体比较无害 那应该是保养吧 你需要去看它的成分 它有些其实是很天然 比如说是精油 一般人的观念都跟这位小姐一样 不过真正的答案恐怕会跌破大家眼睛 比如说有化妆的人 卸完妆之后 你势必还是要擦乳液上去 所以乳液停留在我们皮肤上面 时间是比较久一点 当然产生的危害的几率会比较大一点 没有错 化学物质只要残留在皮肤上越久 伤害就越大 下次千万不要再被保养两个字给骗了 所以说女生爱美千万要慎选使用的产品 减少用量 缩短残留在身上的时间 才不用担心一天之内 把这11种产品 515种的化学物质全部吸收 这11种产品不开架 大家都没有提供 中央